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工具 当我们要进行批量的去配置和查看我们的守护进程的一个启动状态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推荐大家一个Config CheckConfig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安装的话 其实可以通过apt-get给大家安装一下 这是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 它有两个比较常用的 那具体它的详细的使用方法还是可以通过main来学习 有两个比较常用的方式 一个是参数list 就显示出当前的各个级别的这个守护进程 一个是通过level 那么这个level加上它的级别以及服务的名称 后面跟上参数on或者off来启动或者关闭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好我们现在先用list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显示了从0到6这样的各个级别 各个服务的它的一个状态 on就表示开着 off就表示关了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上头已经有的一个服务 ssh对不对 它目前是关闭的状态的 因为关闭状态 我想在我们当前级别把它给打开 当前级别是不是2啊 这就是在这里 我们要把它变成绿色 变成on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执行另外一个命令 叫我们的当然要给它一个权限 给它一个根权限 叫config checkconfig 给它指定一下level级别 当前级别是2 ssh这样的一个服务 给它干嘛呢 给它打开 就这样的一个命令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就打开了 而且不光它打开了 从2到5都给打开了 它这个级别有一个包含关系 好 下面我们再把2给关掉 我们再把2给关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给它叫成off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又被关掉了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样的啊 这个它的实质上 它的核心是用的哪里呢 实质它的核心是用的 我们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 就是我们知道在atc下面 initd下面 就是我们具体的那些守护进程 那些程序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那些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 可以直接去调用 给它加上参数来进行启动 关闭 重启和状态的显示 对不对 这四个参数 就直接调用命令 然后加上start stop restart 和status 来进行一个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etc下面的initd 我们找一下sh相关的 就这个方法了 我们来调用它 就这个命令啊 我们来调用一下 给它先看一下它的状态 你看它的状态是显示 它正在运行 好 那我们给它关掉 stop 需要一个权限 跟权限 stop 你看它的状态就变了 对不对 它的状态就变了 我们为了检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status 是不是就变成stop和waiting了 就是关闭状态 然后并且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打开嘛 那我们再给它打开它呢 就start 那它就变成start running了 start running这个状态了 当然你也可以restart的来重启 我们现在打开状态中 我们也可以restart来重启一下它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 但是这个命令 有的时候 在必须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 我们就很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 有一个服务程序 叫service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封章 封章和扩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这个程序 where is service 在us下面的bin下面 有一个service 有这样一个程序 这是一个链接 我们看一下 它指向的是user下面 sbin下面的一个service 这样一个服务程序 那么这个服务程序 是更简单的一种方法 但它的原理实际上 就是对1的进行一个封章 对这种方法的进行一个封章 它的调用方法就是service 加上服务名称 再加上后面这些参数 比方说我现在直接调用 service ssh 然后restart 给它一个权限 你看是不是就执行了 对吧 我给它stop也是一样的 就停止了 所以大家来了解一下 理解一下 那么当然 我们在执行这些操作的时候 它的那个rc2.d文件夹下面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研究 可以自己去研究 好 那么把这些都理解清楚了 我们下面就来正式的来去配置 我们的服务器程序 那么在这里 同样我们还是要了解 我们的安装思路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理了一下思路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当然在装一个服务器程序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 还是通过apt.get install 把程序给装上 对不对 那么重点就是什么呢 服务器程序的监控和启动 对不对 监控和启动 那么 我们怎么去呢 怎么去玩它呢 那么下面我来给大家 看一下这些内容 比方说就拿我们的ssh来说 那么这个程序 我们把它装上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man 通过man凯数 来查看一下它的帮助 然后在帮助里面 它一般都会提到 这个程序安到哪里了 安到哪里了 以及它的配置文件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些帮助是蛮有用的 有点长 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文档表长 就看晕了 像这里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 etc下面ssh下面的ssh 对吧 这是一些相关的配置 OK 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 那么大概我就知道 在etc下面有个ssh目录 这下手肯定有我想要的东西 有我想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sshconfig 我猜想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需要去进行配置的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甚至于还可以通过man ssh 但是不同的工具 它的帮助不一样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配置 如何去配置 你看 我们还可以直接man这个配置文件 进来看它的配置 具体的一些信息 好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我们关键要知道 是一程序安装在哪 我们也可以通过wells来看 程序安装在哪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 如果是服务程序 是不是会在那个守护进程下面 initd下面 如果在系统启动的 还有安装文件的配置在哪里 那么作为如果我们是一个新手 我们就要习惯通过man的方法来学习 比方说这是一个ftp服务 我通过man ftp服务来看它的帮助 又可以通过man ftp这个page 来看它的这样一个page帮助 那熟悉了之后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 大家熟悉知道 一般服务器类的就是这种服务性的程序 它会装在sbin下面 但是呢 实际上它我们会在最终找映射 是会在etc下面的init.d 这个守护进程 这个这个文件夹下面去找到 跟它相关的一个映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刚刚我们在这个下面找到那个ssh 然后如果要page的话 我们可以在etc下面找到跟它一个同名的 这样一个page文件 比方说 如果是这个 可能就是etc下面的vsftpd.config 这样的一个文件 或者如果这你找不到的话 就是etc下面的vsftpd这个文件 加下面的有一个相关同名的这样一个config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下面我们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做一些演示 我给大家用ssh 这个ssh我们配了就可以进行远程登录了 对吧 还有ftp 还有我们sumber文件共享 这三个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我们先来做ssh 由于我现在已经安装了ssh 那所以我们先把它卸载掉 app install 我装的是open open ssh 这也是一个开源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工具 装着它的服务器端 ssh 用了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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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打错了 好 现在我们就没有ssh了 那么这个程序我们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我们下面要做了什么 现在我正式开始 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给它安装下来 大家想象一下 我为什么知道是用open ssh这个程序 这个是我们惯用的 但如果我不清楚的话 大家是不是可以用我们什么 还记得吗 我当时给大家讲解过一个查询命令 还记得我给大家讲过的一个查询命令吗 可以去查search 通过search这样一些方式 去查找就是我们的apt cache的search 去查找我们的跟ssh相关的哪些软件包 这里我就不去查了 实际上大家会会查得到这样的一个名称 当然你也可以有的时候你在敲的时候 敲ssh的时候会敲一些命令的时候 它也会去提示你 也会去提示你 好 我在这里装上open ssh的sober端 这个程序比较小 装的比较快 好 这样就装好了 而且它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运行起来了 已经运行起来了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config list来看一下 对吧 checkconfig 然后list 来看一下 ssh 没运行出来 那么如果没有运行 我们就把它启动一下 service ssh ssh start 已经运行了 已经运行了 这工具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准确 有时候不是特别准确 好 那这个服务已经运行了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在哪里 我说了 先去etc下面找一下 有不有同 跟它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 好 有一个ssh config 和sstd config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进去来看一下 好 这里头没有内容 还有sstd 也没有内容 对吧 那我们就进入到ssh 文件夹里面 这些文件里面 总有吧 好 就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来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配置 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d就是守护进程的 好 这个服务我们已经起 这个服务安装成功 我们来试着连接一下 我们通过putty来连接一下它 192.168.204.141 204.141 然后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new con 给它保存一下 好 我们来连接下这个newcon open 第一次连接 要信任它 是不是连上了呀 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看能不能登录 好 这是不是就登录成功了 确实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就我们通过putty 通过ssh协议 来连接到了我们当前的这个讯息 这样大家的操作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来做了 是不是就蛮方便的 好 那么我下面我就在这个上面来做做看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服务 就把我们最简单的这样一个ssh服务打开了 大家也需要去打开它 下面我们就来装一个ftp ftp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啊 像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用哪个的时候 到这是一个ftp客户端的命令啊 那 我们来装一个ftp服务器端 装vsftpd 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个就是在安装 好装好了 并且这个服务也已经启动了 那么我们来看 肯定在我们的守护进程里头肯定是有它的对不对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守护进程里面initd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它 找到了 是有它的对不对 是一个连接文件 这个连接文件指向的肯定是实际的它的这个安装地址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sftpd 它实际安装地址是在这里 这个有点意思 它这个地方是指到这个地方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啊 这仅仅是它守护进程 守护进程的一些脚本啊或什么的 那么它的真实的最真实的安装地址是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个再去跟踪一下 但实际上它最真实的安装地址 我们可以查一下嘛 在Uler下面sbin里面 对吧 在Ulersbin里面 好 它的配置文件在哪呢 其实我们通过这也已经看到了 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啊 刚才我给大家总结逻辑 在etc下面找一找有没有一个同名的 同名的文件 有的对吧 好 那么这个同名文件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修改 这个ft 我们用vi工具了啊 这个vi工具 大家现在不会 没关系 我们下一刻就讲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配置 是不是man一下就可以了 好 对我这里 我就会给大家演示了 监听yes 然后这里 是否允许匿名 我们给它改成yes吧 给它改成yes 允许匿名啊 允许匿名 许名访问和登录 看一下有没有 还有些什么内容 这里有很多内容都已经被它给注视掉了啊 包括上传啊 上传格式啊 等等 看是否有上传的这个权限 我们也让它yes吧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更改一下 它默认的那个路径 就是ftp的这个路径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啊 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死金贝的 咱们来看一下哪个像 应该是这里了 对吧 这是一个路径 路径的名称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更改 我们给它改成我当前的这个文件夹 home下面的sundi 好保存 晕了 我们必须要用系统管理员啊 用系统管理员来更改 因为这是共享的嘛 我们把这个路径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路径改一下 好 好 再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服务 再给它重新启动一下 为了让它生效 我们把这个服务重新启动一下 service vsftpd restart ok 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个ftp的这个连接 我们打开一个ftp的客户端 我们来连接一下 ip是192.168.204.4 多少呢 我们在这看一下ip啊 141 141 用户名 用户名就可以用我们直接的这个账号和密码了 填接 大家看是不是就速度很快 直接就登录到我们的远程了ftp了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用文件夹呢 大家看确实是 对吧 确实是 我们进入到download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些内容 vim 我们之前